妈爷爷奶奶来了我要不要给他们开门,你快过来呀。 儿子不要给他们开,妈这就过来了,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,我们都好几年没见了吧,这可真是稀客呀。 儿媳妇,你赶快给我们开门了,我们都坐了大半天的火车了,又渴又累的,你赶快给我们开门。 进来就算了,你们还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,我是不会给你们开门的,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在外面说吧。 儿媳妇,你婆婆的腿刚做过手术不能站太久,你就让我们先进去坐下来慢慢说好吗? 这外面天气还这么冷,我和你妈都动得不行了,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怎么办? 那你们就长话短说,说完就赶紧走,如果真是累了就坐在地上可别累着呀,累坏了我可负担不起那个责任。 儿媳妇啊,这次我和你爸来找你就是想帮你家住,我这不是腿不好刚做完手术吗? 你爸的身体也不好,他连自己都顾不了更没法照顾我,所以就来你家想让你来照顾我一段时间,你看可以吗? 我凭什么照顾你?自从你大儿子去世后,你和我们男俩都已经断绝关系了,所以你们也不是我的公公婆婆,更不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,你不是还有一个孝顺的小儿子吗? 你们怎么不去找你们那个千般疼爱的小儿子去,我们这个家容不下你们? 我小儿子他们两口子上班比较忙,没有时间照顾我,这不是没办法才来找你吗? 你的工作是临时工,干不干得无所谓,不像我小儿子他们两口子都是有编织的正式工作,不能随便请假。 我也不想扯我小儿子的后腿,你就放心吧,我就在你这住一段时间,等我好了就走。 好啊,当初要断绝关系的是你们,现在有病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又想到了我们娘俩,什么好事怎么都是你们的,况且我不上班我们娘俩吃啥喝啥,如果我不上班你们会给我们娘俩钱吗?恐怕不会吧? 那些事都过去好几年了,你还提那事干嘛?虽然我大儿子去世了,可你还是我们家的大儿媳妇,照顾公婆也是你的责任,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我们,把我大儿子的工商赔偿款,全部给你小叔子的买房子结婚的事,可当时我们也是没办法,我们既然失去了大儿子,就想让小儿子过得更好些,不想让他再像大儿子那样吃苦了。 你们心里只有你那个小儿子,可你们为我们孤儿寡母考虑过吗?自从我老公意外去世后,你们却把将近两百万的赔偿款全部拿走,给了你小儿子,而我们孤儿寡母在我老公去世后,没有了收入来源,不但食不饱付,就连孩子的学费我都交不起,有时候孩子生病住院我要上班没时间照顾,让你们来帮忙照看一下你们也不肯,你们知道吗?当时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。 那是你的命不好,不要在这桩课里,况且我儿子的赔偿款凭什么给你这个外人,我把我儿子养那么大,如今意外去世了,他的赔偿款本来就是应该属于我们。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,你们把赔偿款全部拿走,我们男俩怎么办?难道我闺女不是你亲孙女吗?你们怎么能这么狠心呢?后来孩子要上学,我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帮我接送孩子,我好去上班挣钱贴补家用,每个月给你们拿两千的生活费你们都不愿意,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孤儿寡母。 我大儿子不在了,以后我还能靠你们养老吗?只能靠我们小儿子给我们养老了,所以那些钱我们只能给我小儿子,这次我们来你们家,是因为这个房子是我大儿子留下的,我们想来住就来住,你管的了吗? 我知道赔偿款也有你们的一部分,我不贪心,哪怕你给我们孤儿寡母十万八万的也可以,我们男俩也不至于陷入那样的窘境,可你们怎么做的?竟然全部拿走给你小儿子,实在太狠心,你要知道,你大儿子在世的时候你们可是一直跟着我们住,那时候我对你们不好吗? 每天我们两口子对你们百依百顺,细心地照顾你们的衣食起居,对你们也是掏心掏肺,可我老公刚走你们翻脸比翻数还快,竟然还跟我们男俩断绝关系,是不是太狠心了? 而媳妇我们当时也是没办法呀,我大儿子不在了,知道以后是留不住你的,何况你们家是女孩不是男孩,我们更留不住你早晚会往前走一步的,所以我们当时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, 就用大儿子的那些赔偿款,给他买了房子娶了媳妇,谁知小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,什么都听他媳妇的,小二媳妇每天看我们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,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干还是不满意,后来我的腿病需要做手术,在医院里一次都没来看过我,等我们出院回家的时候门锁也被换掉了,我们老两口没地方去只能到你这来了,而媳妇求求你,你就把门开开让我们进去吧,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,跟我半毛钱的关系没有,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,这个时候竟然想到这个,已经断绝关系的孤儿寡母了,你们怎么好意思啊 儿媳妇你就不要再跟我们计较过去的那些事了,都是我们错,我们这次过来就不打算走了,帮你带孩子给你们娘俩做饭打扫卫生不好吗,以后你给我们养老就可以了 我凭什么给你们养老,你们当初那样对我们娘俩,现在还想让我给你们养老,你觉得可能吗,既然你们把钱都给小儿子了,还是找你们那个亲生儿子吧,你们走吧,我是不会给你们开门的 小容你这个狠毒的女人,你要是不给我开门,我就在门口吆喝,你让周围的邻居都看看你是怎么对公公婆婆的,我看你怎么办 你们想怎么办随你便,如果不嫌冷不嫌累就在外面待着吧,我和儿子去休息去了